有一事,大悲菩萨投生在一个长者家中 爱奇亚,看哪,你给我生了一个多么英俊的儿子呀 长者抱着强褒,其中的婴儿娇嫩可爱 看着面前的父亲,裂开小嘴笑了起来 夫君啊,长者妻子伸出双臂 让我抱抱咱们的儿子 都说儿子是母亲的心头肉,这话可真不错呢 长者说着,将儿子递过去 强褒中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 裂开嘴,大笑了起来 这孩子知道咱们是她的父母,所以才会笑 长者凶睛地看着,大悲菩萨看着 来往的人群发呆 孩子啊,你在想什么呢 长者走过来,坐在儿子身边,摸着他的小脑袋问 父亲啊,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吗 大悲菩萨问的问题,显然难住了父亲 他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最后说道 小孩子家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你应该考虑该怎么玩,该吃什么才对 然后起身离去 心中想到 难道我的儿子未来将会是个思想家吗 一转眼,大悲菩萨成了俊美的青年 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成为了城中最富有的人 但是,他并没有被金钱埋没心智 他经常不失贫弱 城市中的民众没有不认识他的 好啊,大善人 有人看到大悲菩萨马上停下来,热情地打招呼 大悲菩萨停下脚步,和他攀谈起来 哎,你没听说吗 难成的提拔长者死了 哎,他那么多钱,还是留不住性命 那人叹息起来 他才六十多岁呀,太悲惨了 依我看哪,他就是太吝啬了 所以上天才让他活得这么短 大悲菩萨听了,似有所悟 低着头,向家中走去 那人挠挠脑袋,自语道 大善人,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世事无常,没有谁可以久住时间 那些金钱更是如此 缘分一尽就会散失 就算舍不得话 等到自己死了也是两手空空 一文钱都带不走 还不如尽数都施舍给那些需要的人 大悲菩萨回到家中 坐在凳子想着心事 这个时候,他家门前的街道上 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子 她将孩子放在破衣上面之后 伸着双手朝路人说道 救救救我的孩子吧 看看他,就要死了 说到伤心处 他扑通,跪倒在地,磕起头来 人们看到这个情景,纷纷围了上来 这是真的假的 最近行骗的人可不少呢 有人尖声说道 那些本要出手相助的人 听了这话都迟疑了 各位,我不是骗子啊 我的孩子真的要不行了 你们信心好吧 那女子流泪说道 还说你不是骗子 前两天,你在东城门索要金钱来着 今天又来到这里 得到了钱还不着急给孩子治病 这分明就是骗 那年高生说道 只是钱还不够 所以我才来这里乞讨 女子争辩道 世人大多被贪嗔吃困扰 听了那人的话 无疑给了自己不施舍的理由 所以,任女子如何解说 他们都无动于衷 就在女子失望的时候 有人说道 你不要忧心,我来帮你 人们寻声望去 只见大悲菩萨拿着钱袋走来 他将钱袋递给女子叮嘱道 拿着给孩子治病 不要耽误了她的病情 那女子接了钱 立刻磕头 然后抱着孩子 前去寻找良衣去了 哎,我看大善人八成被骗了 人们叹息说 然后纷纷摇头离去 大街又恢复了宁静 几天之后 女子抱着孩子 来到大悲菩萨门前 表示感谢 大声说道 谢谢您相信我的话 给我救命钱 如今我们母子渡过难关 全是恩人的功劳啊 大悲菩萨听了 走出门来 将他们扶起来 然后又送给他们一些金钱 说道 那这些钱 好好过日子去吧 女子心生感动 再度拜倒在地 来往行人 看到这个情形 才知道 女子并非骗子 禁不住心生惭愧 做好事的感觉真不错 大悲菩萨 送走那对母子之后 感觉心神舒畅 她坐在店门口 看着来往的人群 忽然想起来小时候 坐门口 问父亲问题的场景 心说 给我的感觉 昨天还和父亲对话 而今天 他就离我而去了 事事果然无常啊 人太苦了 就这么短短几十年而已 我应该多多不识 那些贫穷老弱 让他们的生活 尽可能少些苦楚 想到这里 大悲菩萨叫来管家说道 将家中的钱财都拿出来 我要修建一个布施堂 对所有贫穷老弱进行布施 少爷 这可是老爷在世的时候积攒的钱财呀 就这样布施给别人吗 管家满脸焦急地问 得到大悲菩萨肯定答复之后 他长叹一声回房间中 将所有金钱清单拿了出来 说道 这是老爷全部的金钱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布施堂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布施的话 恐怕没有半年就家徒四壁了 管家 你不要忧愁 我不会坐持山空 我会继续经营商业 维持布施堂的开资 大悲菩萨回答说 听了这话 管家才露出了微笑 布施堂成立以来 让无数的贫穷老弱受到了实惠 他们心中十分感谢大悲菩萨 专门为他弄了一个牌匾 上边写着大善无疆四个大字 大悲菩萨的布施 被三十三天的地势天主 看得清清楚楚 他心中思维 这个青年人如此不识民众 简直可以说是功勋卓主 不但得到无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恐怕未来 他还要生入刀利天取代我的位置 我该阻止他这样做 地势天主用手挠挠脑袋 转动眼珠 忽然灵机一动 记上心头 自语道 我就这样做 他一定会畏惧布施停止晒行 有一天 历史天主凌空虚度 来到布施堂之前 他对大悲菩萨说 你这个人实在愚蠢啊 建立这样的布施堂 就是将你自己打入地狱呀 说着 右手一摆 恐怖的地狱出现在大悲菩萨面前 大悲菩萨看到地狱形象没有任何恐惧 大悲菩萨 来到近前 细细地看着 李延续有新的刑法场面 地势天主说 看到没 这些人都是因为曾经布施大众 最后冰终之后 退入这泰山地狱当中 承受着火烧水煮之苦 看到这些 你还想布施大众吗 大悲菩萨摇摇头说道 据我所知 布施行善都会升入天境 怎么反而要堕入地狱呢 历史天主听了 哈哈哈哈大笑 指着地狱当中的众生说道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你可以问问那些承受刑罚的人呢 于是 大悲菩萨在地狱天主的带领下 进入地狱当中 地狱天主对那鬼族说道 暂且停止行刑 这位先生要问这人几句话 鬼族听了失礼退下 大悲菩萨上前问那人说 你因为什么坠入地狱呢 说来话长啊 那人抽气着说 因为活着的时候 布施老弱贫穷 不想死后坠入地狱 承受这样刑罚 我现在后悔死了 大悲菩萨听了说道 像我们这样的心中充满慈悲的人 却要遭受这样的祸恙 那么 接受我们布施的人下场如何呢 哈哈哈哈 历史天主大笑树生说道 和此人相反 接受他布施的人 现在都在天界享受福乐 大悲菩萨听了 坚定信念 说道 我只想拯救众生 假如真的如你所说 布施的人都要下地狱 我也认了 我一直受持菩萨行 舍己为人 是必须的行为 历史天主听了 心中一击 急忙问说 先生 是什么原因 让你能坚持 这样的高尚行为呢 大悲菩萨回答说 不为其他 只为将来可以成佛 固化无量众生 使他们纷纷正如涅槃 再也不受生死困扰 历史天主听了 心中感慨万千 立刻跪倒在地说道 先生 是我骗了你 不施行善 远赴寿祸 不会下地狱 您的德行感动乾坤 我恐惧您夺取我的位置 所以我才会变化出 这地狱迷惑你 哎 像我这样愚弄圣人 其罪大也 说到这里 他磕头请罪 然后离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